Hello 大家好 欢迎来到千诚探秘 提到世界上最傻的动物 这三位绝对位列 转圆板眼烫花 海傻方车鱼又称方车屯 观听这个名字就感觉非常蠢萌 事实上它也是凭借自己的复制商或紫书龙 方车鱼是一种常见的海洋鱼类 广泛分布于全球乐带温乐带水域 这或外形奇形怪状 体型异常硕大 普通方车鱼身长可达五米 但却是生大无脑的家伙 也是一种傻到连渔民都不要的鱼 更是唯一不会游泳的鱼 它的一生全靠浪 海水靠到哪儿它就浪去哪儿 每天就是躺平混吃等死 各位是不是很羡慕呀 它虽然住在深海却喜欢日光玉 只是晒着晒着就晒死了 这祸死法尤其多 因为晒太阳温度过头而生气 足 不小心和其他鱼类发生碰撞 紧张过度 足 看到同类离自己远去 悲虫中来 足 方车鱼的皮很厚 再加上没有神经末梢分布 所以即便是海豹吃了一大半 还是没有发掘 这祸虽然身材壮硕 类心却十分脆弱 那为什么方车鱼没有灭绝呢 因为它们的防止能力非常强好 一年长卵数量可达三亿枚 名副其实的以量取胜 露傻 袍子 这是一种平实力混到宾威的小可爱 连屁屁的形状都如此可爱 其蠢的举动从没那能失望过 对于没有见过的新鲜事物 这或能费寝忘食地研究一整天 也就是说 只要你整个新型陷阱 傻袍子一逮一个准 当傻袍子在马路上遇到汽车 车灯对于傻袍子来说是个稀罕事 便会一面奔向车灯 结果一面呜呼 就算他被天敌追赶 他也会停下回头看看是谁在追他 哪怕是同伴被天敌捉住 他也不怕危险 跑去做一名吃瓜群众 结果又一面呜呼 俗话说好奇心害死猫 傻袍子的好奇心 真是强大到力能发指的地步 空傻 金头罐 这是一只来自非洲的钢铁织鸟 因为有着邪靶子的大嘴 当地人称他为邪之父 虽然有双充满睿智的眼神 但是眼神却不大好 捕食中经常吃了个寂寞 连喂到嘴里的小鱼都经常吃不进去 因此成为宾威动物 每次生两枚荡 用鸟哪个活得好就喂哪个 剩下的当成备胎 这种鸟身高1.5米 两翼长开始可达2.6米 虽然高大 但却是一只绅士鸟 见能就会礼貌的鞠躬 如果你也给它鞠躬 那么这货还会高兴的拔掉自己的羽毛 单纯礼物送给你 只是不晓得它吼吐了杂者 这样可爱的海陆空山傻 你喜欢哪个呢